嗨,大家好,这里是小冰岛的日常 今天给大家开箱的这个是希德梅尔的文明 这个新的黎明这款桌游 这个桌游呢,是我的朋友这个购入的 然后呢,我今天拿它这个拆箱 如果拆完了以后,玩过,觉得好玩呢 我自己也准备入一盒 如果不好玩,我就嘿嘿嘿了 然后呢,现在呢,这个就给大家这个拆一下 从水下第一个生命的萌芽开始 到石器时代的巨型野兽 再到人类第一次直立行走 你已经历许多 现在开启你最伟大的探索吧 从扫气文明的摇篮到浩瀚星雨 好啊,大家可能听见这个做旁白的这位同志了 这个开枪方式就是他教我的 大家以前看过我的这个视频的就都知道 我以前就是暴力拆盒打 后来就变成这个 这样从后面这个开盒的方式 就是这哥们教我的 把这个伤魔保留一下 万一这个有出二手呢 对吧,这个还保个价 大家都知道啊 你看这就是二手挡和我这个忠贞不渝的这个游戏挡的差别啊 咱就是一一手咱这个品项也注意一下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有些盒子包装那个还是好还好 有些盒子它薄它容易这个磨损 这都是二手挡给自己找的理由啊 大家都听见到啊 事实如此啊 事实如此 好啊 我就拆开了 给大家看一下啊 他这次呢这个正面的这个文字呢 这个大标题没有翻译 其实这个大家可能看底下这个2K的这个商标 这个它主要就是它可能有个机制 然后套的这个这个外皮呢 就是这么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什么呢 它是用这个文明这款游戏 这款这个电子游戏的这个作为这个套了一个电子游戏的这种这种背景吧 那好 这是规则书啊 这个这游戏应该 规则书还是挺厚的 但是应该不会特别的复杂 它应该也是一个得势的这种最后这个这个这个算分 然后抢分的这么一个游戏 啊 它可能对这个战争啊 它虽然里面战争啊什么这些都有 但是呢 那它可能没这个战争不是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玩法 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其他就是刷分的方式 就是这些件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你看它这款为什么有这种板件的膜呢 就是有些这个板件它会在这个盒子里逛来逛去 然后逛来逛去呢 这个就有这种这个板件的会脚面会有这个磨损 这个直接撕就行吧 这个刀都行 这个这个这叫什么二手挡啊 这个也是不是哪个都注意的 其实这个名字 其实这个名字 这个用这个英文呢 我看也挺好看 要可能是有更有那种就是原版的那个感觉 也是也是 现在这个这个设计啊 这个美工啊 这个桌游是很看重的 很多人呢 甚至因为美工啊 就就看上哪款游戏就就就就下单了 啊 也是很任性的 嗯 这就是几张板件 板件还是还是还是有一点东西的 它这个主中间是这个版图 然后旁边的是各种token吧 嗯 然后呢 给大家大概简单看一样 这个这次的印刷和板件制作 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 嗯 也还都不错 嗯 然后呢最后这些就都是各种的指示物 它这些指示物要是做成这种 这种小塑料价啊 我觉得可能更好看一样 对 升级token再偏一波钱 嗯 也可以也可以 不过这些就是锦上添花 啊 有没有也也不是那么重要 对 它这个影响游戏性 嗯 然后这是个人的版图 就是把这个这个牌以后 你就可以落在这个个人的这个这个版图之上 一个行动顺序的那个机制是吧 对对对对 它有点 其实这个板有点像这个爆竹发明的那个 那个板 然后呢 就是各种的小模型架 啊 这应该是四个玩家 四种颜色 我就给大家简单拿一下 它应该就是分成这种城市 和这个大棚车 啊 城市可能就是每个文明上来 有一个主城 然后以后可能发展自己的这个势力吧 嗯 大棚车可能就应该是 就是它这种交通 就跟文明系列游戏差不多 嗯 然后两个定制的头子 然后这个小小东西也不知道干嘛的 啊 行回头研究回头研究 然后呢 这个东西就是主要的就是两刀牌 嗯 一刀大牌一刀小牌 嗯 然后这个大牌呢好像是你看 它是分为这个文明阶段啊 时代不同时代 对不同时代 而且呢是分四个玩家 每个玩家都是 应该是同样的牌吧 可能应该是差不多的 然后这个不同时代的牌 然后你 你放在这个刚才那个说的这个板子上 然后 然后升级你的这个这个科技啊 然后升级这个这个按这个年代 然后一步一步往下玩 然后玩完了以后应该能得到相应的 这个能力啊相应的好处 然后这个就是就这个东西就是构筑 你就越来越强了就是你越玩吧 越把自己玩的越强 嗯 然后最后呢去抢更多的分 嗯 然后这个可能是比较主要的 然后还有一刀呢 这个应该是试剑牌 就是说你这个随着你游戏进行呢 它可能会触发一些事件 啊 当然它也有试剑牌 应该也有 嗯 也有这种 这种 不知道啊 目标吧 是不是目标啊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啊 就是它这个你探索到哪了 或者你碰到一些什么奇迹啊 或者建造一些奇迹以后 目标或者任务之类的 会得到一些任务的分奖励 嗯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应该是 试剑牌 啊 触发一些事件啊 或者你制造了一个什么奇迹 奇观 奇观以后 然后它会触发一些好处 奇观误国呀 乔冰党 奇观误国 对对对 奇观误国 奇观误国 我们都是上来就干 啊 见什么奇观 都是抢别人的奇观 嗯 然后最后这个呢 应该是一些 啊 这应该是事件 这应该是事件 防御公约啊 啊 联合战争啊 这种呢 这应该你打出这个牌 你就可以相应执行这个牌上的这个能力 嗯 或者给你增加一些好处 或者跟别人结盟啊 这种 或者阻止别人来打你啊 这些 类型的东西 然后这一刀牌放在边上 嗯 然后这个呢 就是应该是可以选择的文明 嗯 这个游戏呢 虽然是四人 二到四人的游戏 但是呢 他给你可以选择的这个起始文明还是比较多的 可惜没有亲世皇那个窝果脸 嗯 对 好像就是你看巨透党在这儿啊 罗马 埃及 阿兹特克 阿兹特克 呃 苏美尔 日本 北条十宗 塞西亚 美国 法国 就这些国家 但是呢 也有可能啊 就是现在还没有中国 但是下一步如果这个游戏卖的好 但如果出阔的话 很有可能会出中国 因为文明这个系列 一直有中国这个文明在 对对 希望吧 希望能出阔 啊 如果想玩这个中国这个阔的呢 同志们就多买这个游戏 买完以后 那肯定就容易出货了 主要还是要跟厂家反应 厂家不赚钱 你跟他反应多少遍也没用 好像是这样 然后整个和游戏 其实也就这么多东西 玩下来不知道感觉怎么样 我之前看别人玩过一次试玩 但是如果不看规则的情况下 看这时候我反正看得一头雾水 准备这两天就跟我这朋友 像开一局感受感受 恳恳规则 如果好玩 我自己也会入手一盒 如果要是不好玩 我就是当白条党了 好的 这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